坐 坐 坐 好 谢谢啊 刚从老家来啊 是 哥 嫂子 小子 小子 你们怎么来了 鞋 没换鞋 鞋 换了呀 新买的鞋 你哥这也是新鞋 新的 没关系 没关系啊 来 来 来 喝口水 来 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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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大宝 黄豆呢 阿姨 阿姨 这是我们自个儿家种的 你们成人不喜欢 那些磨的黄豆吗 这有影响 拿着 不客气 不客气 拿着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谢谢 小嫂 我放到厨房去 来 你们坐 你们聊 来 坐坐 来 小嫂 赶快把那两张电影票 给哥哥嫂子呀 对对对对 这是倪老师送给你们的 两张电影票 好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不客气 不客气 你们来 肯定找小嫂有事情要谈的 好 你们坐 你们坐 好 来 我到小房间去 好 好 来 倪老师不好意思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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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小嫂 你别怪哥哥 我们着急呀 可不 我们找你有急事儿 好 来 好 来 哥 王妮好乖哦 王妮说她都把饭吃完了 王妮越来越听话 哥 今天我们在路上遇到 那个叫又琳的女的 好像真的很喜欢你 看到我们走在一起 还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 都误会了 好生气呢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 可我感觉不对 我跟她说了 暂时不来往 暂时不来往 为什么 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交往看看啊 不行不行 太厉害了 可是她有什么 都表现在脸上 这样的女人比较好掌握 哥 越厉害的女人 其实内心里越脆弱 她一旦爱上你了以后 一定什么都听着你的 我这方面 确实是弱智 所以 王妮妈妈有外遇 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而且竟然是 她上飞机前才给我讲明 我是天下投资好的傻瓜 所以说 王妮妈妈那种女人 才叫做厉害 为了一个老外 连你跟婉宁都不要了 哥 你别看佑林那样的女人 好像很厉害 其实她很帅真 她一旦爱上你 肯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惠真 嗯 我的面霜你不要用 我怎么会用你的面霜啊哥 你没用 没有啊 啊对了 今天保姆走的时候 多给她十块钱 我想说虽然我只多住几天 可是她多一个人服务 多拿一点钱也是应该的 我原来的保姆比较好 这个刘烟 临时用用吧 哥 我也不喜欢在背后说人家闲话 可是这个小保姆嘴巴实在太厉害了 做保姆真是可惜了 应该做脱口秀的 我总是对那种太讨好我的人 感到不舒服 保姆妈我们也不可能把她当亲人看待 她就是个员工 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那么过分地讨好我们 总是觉得讨向了什么企图 听你们这么一说 转来转去 又是一家人了啊 吴乔宝的儿子金波 跟王小嫂好 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呀 日久生情啊 这两人在一起 没有感情也培养出感情来了 不是的阿姨 我们我们不我们就是好朋友 什么呀 昨天吃饭的时候金波不都说了吗 对了阿姨 那个金波的妈妈以前是做什么的 老保姆 在我亲家家干了一辈子了 金波他妈也是保姆 小大 这事你也知道 吴乔宝在我们家也帮过忙的 这个人还不错 挺朴实的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这老保姆的儿子叫小保姆 这就很般配啊 这 他有什么嫌我们家小嫂的 这是一样的革命工作 那吴乔宝反对金波和小嫂好 他是明说的还是暗示的 明说 明明白白地说 反对 还一个劲地说 我们家金波那是大学生 是设计师 是 艺术家 对 艺术家 给我气的呀 给我这着急 是不是就赶来了 阿姨 叔叔 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没有关系的 这做妈妈的要是反对 问题可就有些麻烦了啊 这还有更麻烦的呢 这金波他妈说什么 让金波从小嫂那搬出去 这不是摆明做给小嫂看的吗 这就不让小嫂跟金波在一起 说的那话那是严严实实啊 什么金波跟小嫂那关系 就是房主跟房东的关系 给我气的呀 我都够能说的了 我根本说不过他 而且还坚决说不同意 他真说他不同意了 是啊 关键呀 是金波和你的感情 这两个年轻人相爱呀 别人挡也挡不住 不可能 那老太太根本说不通 不过阿姨 你这话也有道理 我给我们家大宝啊 这就是一例子 当初啊 他妈不同意 我们家也不同意 给我妈气得要多绝食了 怎么着 我就坚持 因为我爱他呀 所以你们看 我俩现在啊 都领证了 还想呢啊 这几天就去照婚纱照 小总啊 不要哭 不要哭 不哭 我们大家再想想办法 你说什么 小总啊 你不要哭啊 恋爱本来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我们大家再想想办法 小总啊 我们冬家是讲究人 你们也不约一下就上人家家了 多貌似啊 还有我的事情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这吐吐吐吐吐全说了 真是的 这有啥呀 这还有我的主意呢 再说我们也没空手去 那扮得黄豆都给他背去了 对啊 你们冬家我看人挺不错的 他不是说还帮咱们忙呢吗 这保姆妈就听冬家的 妹妹啊 我跟你说句大实话 既然金波的妈妈也是做保姆的 那 那她为什么要嫌弃你呢 对不对 一说这个我就来气 你说啊 咱小嫂的婆婆 跟咱小嫂一样也是当保姆的 咱娘家是不是也得考虑考虑啊 咱还指望小嫂将来能嫁入豪门呢 就那金波 长得比你哥差远了 还是我脸色靠爽 就她那脸长得跟包子似的 一捏一个褶儿 还假不假是戴一假眼镜 后装什么文化人 咱没嫌弃她都不错了 还嫌弃咱们呢 你问你哥 这次我们家陪嫁 是一辆客户两用车 这金波她妈能处得起吗 咱们现在乡下人不比城里人差 咱们也得好好的挑挑拣拣啊 行了 银子 妹妹 你别听你嫂子说 你对金波的妈妈呀 还是要好好的 你别什么事都没开始 两个人就先搞僵了 嗯 我知道了 小嫂 你嫂子我是过来人 当初你妈虽然反对我跟你哥吧 可能都是表面上的事 可金波她妈不一样 她动真格的呀 你说这次她要真搬出去那怎么办 不会吧 不过那个张会计说的也有道理 这事主要看金波 只要金波坚持 其他人再怎么阻止也没有用 好好的 我看看怎么婉转的跟她讲一下啊 小嫂呢在城里没有亲戚 她跟我们处久了 就把我们家呀当作她的亲戚一样 这乡下人也蛮好玩的 来就来呗 还带了一大堆黄豆 蛮新鲜的 爸 妈 你们出去啊 啊 已经下班了 哎 我正准备到屋里去找你们二老呢 哎 那走啊 不用了 这样说也 也行 嗯 什么事啊 嗯 是这样的啊 你们不要着急 嗯 你刚突然出差去了 出差了 出差了 您别着急 嗯 是这样的 她去日本了 她公司总不让她过去的 一个星期就回来 又去日本了 说明公司重视她 哎 她走的时候很着急 来不及跟你二老说 所以我说 我来跟你们讲下这个事情啊 爸爸妈妈你们放心 嗯 对了 她那个手机在日本没法用 你们给她打电话 打不了 嗯 不要着急 我跟她说了 我到日本就晚上给你们打电话 让你们放心 好不好 爸爸妈妈 好好好 那我就先回去了 然后晚上我来看你们 好吗 好好好 那爸爸妈妈我走了啊 哎 好 你们当心点啊 好好好 哎 哎 哎 今天是怎么了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那态度这么好啊 快快 妈妈快 妈妈叫她我都不习惯了 哎 我觉得不对 你打个电话 给儿子 哎 他不是说去日本吗 哎呀 叫你打 你去打嘛 停机了 哎 哎 关机了 关机了 我感觉还是不对的 我们不是说 要去看一婷的妈妈吗 嗯 那现在就去啊 顺便啊 给吴乔宝说说 金布和小草的事 我去看看 去看看 好好好 好 来来来来 请坐 请坐 你看看 我招呼也不打 一抬腿就过来了 本来呢 应该先给你打个电话的 没故障 我们就过来了 不用啊 这地方随时来 我随时都欢迎 我们一直这样啊 就想来看你的啊 不是 应该我去看你 看来看去的都一样的 我七茶 对 吴姐不在这儿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 招待你的 好 不是 怎么 吴妈不在你家里坐了啊 啊 她到金波那儿去了 暂时的 哦 金波不是找了一个女朋友吗 她有点不放心 哎呦 我查业了 她呢 不放心 怕找得不好 去看着了 吴妈就是这样想的 我们今天来对了 吴婷妈妈 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吗 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回来我就把一婷骂了 太不像话了 她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真的 我 我没教育好 我在这儿向你们道歉 对不起 吴婷妈妈 这一婷啊 脾气是大了一点 婆婆和媳妇 可可爸爸总是有的 现在的年轻人嘛 这个 就是啊 卿家母啊 我这个老太婆呀脾气急 有的时候难免和一婷啊 打个嘴仗 不 这次不一样 你吵吵架可以 你 不能这样没有教养吗 这 太不女人了呀 怎么了 你说什么呀 就是啊 卿家母啊 最近一婷蛮好的 跟我们之间 没闹什么矛盾哪 你们不知道啊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他把尼康鼻子打断了 什么 什么时候打的 鼻子打断了 就是啊 这天哪天我 你刚不是到日本出差去了吗 对对 上日本了 你听妈妈 你得跟我说清楚 你得 我都着急死了你 就是啊 妈妈 阿姨 尼康 哎呀 儿子啊 什么时候打的呀 就是啊 怎么打成这个样 你都想让我看 死了死了 尼康 你不是到日本出差去了吧 我 医生怎么说的呀 没事就是啊 你听她是用什么打的呀 真是叫医生给打的呀 这人怎么那么省了吧 肯哪 打成这个样子啊 你出去了 骞哥 晓哥 只一点心女拿着啊 不要 不要 你拿着你别客气 你强哥算什么人了吗 相理相亲的 自己人不帮自己人 让别人看不起 我是禁遇上好人了 你们说 张会计家 泥冈家 都不合我计较了 我现在觉着吧 不然他开口说不说话 都不重要了 人跟人啊 平平安安的 那才是福 对不起啊 真的是对不起 我说这话 发自内心这样说的 我一定让怡婷 正式地向你们二位道歉 不不不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爸爸妈妈 是我不好 是我让怡婷撒谎的 我让他们说我去日本出差 我其实是怕你们 好了好了 坐下 坐下 一天妈妈 你也坐下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 你也不要一直对不起对不起的 说多了 我和老妮 也不好意思的 就是啊 我们回去了啊 别走啊 我都叫外卖了 在我这儿吃点便饭吧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了 天太晚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要是不介意的话 就叫妮刚把我们送到公共汽车站 这是什么话呀 妮刚一定把你爸爸妈妈送回家 好好好 我开车子送 走了 走了 改天 我一定正式地登门拜访 我再三向你们报一声 对不起 好了 怡婷妈妈 你不要再说了 真的 不要再说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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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你刚啊 你当着我和你爸爸的面 妈妈问你一句实话 你跟我说清楚 就是啊 你跟我们讲清楚啊 怡婷到底是怎么把你的鼻子打成这个样子的 我刚才当着亲家母的面 我实在是不好开口问这个 不是在我怨母家说不再追究这个事了吗 怎么还问呀 鼻子呀 你以为哪里呀 断两次 妈妈 真的不能怪怡婷 我们俩就是推来推去 其实是我先动的手 它属于正当防卫的 推来推去 把鼻子推断了 真的是我先动的手 真的 你那么没教养啊 你敢打老婆 你敢吗 爸爸妈妈 真的 我们其实是闹着玩的 我本来是拿那个靠店去砸它 它就拿新买的包包挡 结果挡得劲儿有点大了 就把我鼻子捧成这样了 鬼才相信你的话 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妈 我知道了 你不要总是训我好不好 算了 算了 我该怎么对付我还怎么对付 你放心吧 你刚说我老公 他肯定得站在我这边才对呀 对不对 我婆婆家呀 他们家我可不敢再去了啊 他老夫妻俩 还不把我鼻子给砸烂一下 妈 我跟你说了啊 有人来了 来了 赵玉婷 赵玉婷 赵玉婷你给我站住 你为什么打我儿子啊 你有什么权利打他呀 我养了他这么大 我没有碰过他一个手指头 你好啊 你把他的鼻子都给打断了 我告诉你 你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人 你有本事 你有本事生个孩子来给我看看 要说做女人 你不行 要说做媳妇 你不配 赵玉婷 赵玉婷 我告诉你 你再敢碰我儿子一个手指头 我对你不客气 妈 我回来住呢 你怎么回来住了 那边没法住了 怎么没法住了呢 没法住 没法住了 你干吗问这么多呀 一天 我跟你说啊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的话矛盾就加剧了 再说我让你在这儿住 你婆婆家怎么看我呀 听见没有啊 您甭管了 我给你赵玉婷 我给你赵玉婷 秦波 来来来 趁热喝点牛奶 小心点 腾儿 好喝吗 好喝 你喝一喝 我不喝牛奶 那你也不喝 我也不喝 喝一点 那她喝 妈 你没睡啊 阿姨 小嫂 晚上睡觉前喝杯奶喝 不是 不是 妈 喝杯奶呀 对睡觉有好 我都预备好了 你喝吧 坐那去 妈 你什么时候预备的 没看你出来倒水啊 不问你 这钱不是钱吗 现在怎么剩了 三个回家 不是 妈你别老翻我 你小时候就老翻我兜 你现在你就翻我钱包 我都是 我是你妈 你是我儿子 我什么不能翻哪我 钱呢 请吃饭了 阿姨 你别生气 今天请我哥哥嫂子吃饭 可能这花的 钱多了点 你跟嫂子咋住几天 五天或者七天 住哪儿的 赵贷所 谁花钱 钱我已经付了 金波了 不容易 你说呢 是不是 黑白怎么辛苦 挣几个钱 是吧 阿姨 等我这个月发了工资 我把这钱还给金波 小高姐你别还 不用 不用 那个什么 你是房东 你来亲戚了 我们请吃顿饭 是应该的 没事 没事 不不不 阿姨 我一定会还的 小大你别还我 咱俩说好 是我请客 你别还给我 听见没有 睡觉 休息 不是 妈 你听我呢 你别听我妈 你绝对不能还 妈你不能还 还我就太没面子了 我都跟你说好 阿姨 您好 想要买房吗 看一下吧 我们现在房子 都在搞优惠活动 希望可以买 看一下 进来看一下 好啊 来 十五公斤啊 十五公斤是 十八块钱 来来来 给那钱 二十块 一百块 老板 你们这儿 普京有没有便宜点房子 要不要买租的 要租房子 有 来来来 跟我走 我楼上 有点小屋 真的 哎 你要租 我就租给你 那我看看 行 咱们都是老顾客了嘛 是不是 就是老板 那就租给你啊 哎 哎 哎呀 姑姑 话我说的前头啊 我这儿随时还要拆迁的 哦 什么时候拆迁 你就要搬走 哦 还有啊 经常断电 话说的前头 别到时候说我摸你啊 行 我先看看 哎 就这儿 看到了 你这儿来瞧瞧 行 来 行 你看 怎么样 一个月就收你三百啊 不过话说在前头 这个拆迁办的什么时候来啊 你就得什么时候搬走 行吗 行 行 行 请不 你怎么都在这儿干了这个了 我 我就是 我就是帮帮朋友的忙 没事再帮着他发发发这个 你都混成这样了 你还在这儿跟我死成 我没撑着 真的没撑着 就我现在我那个服装店 生意特别好 完了就是现在也闲着也闲着 朋友就求我帮着他发发这个 我就站在这儿帮他发发 那个 那个 田田 你现在就是过得好吗 不挺好的 田田 真巧啊 聊什么呢 没事 他刚刚给我发传单了 咱们走吧 田田 我跟你说句话 那个 这男的有老婆有孩子你知道吗 知道 你知道怎么还跟他在一块儿啊 你这种行为就是不道德 不道德 我告诉你的 你是道德的 你是道德的 不道德 不道德 你给我捡起来 你给我捡起来 这些广告我买了 你给我捡起来 鞋少了是吧 好 我再捡一下 把我去广告给我捡起来 看来我上次不是手软了 有不然你再打 我被你拼了 被你拼了 你干什么呀你 让开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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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你拼了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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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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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波 你刚才拦着我干嘛呀 你别看他那样啊 他还要打人 他凭什么打人 我告诉你 要不是你拦着我 我被打得个满地爪牙 什么素质 就是一个土大款 你别理他 我告诉你啊 这是三十年的河东 三十年河西 你别看那个男人的耀武扬威了 将来就是个老年事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我说的是事实啊 你再看看任田田 穿那么短个裙子 烫个爆辣头 他为什么呀 他不就是为了勾引男人吗 他破坏人家庭 他当第三者 小三人 你不说我没当你是哑巴 我说任田田你心疼吗 我不心疼 你就是心疼吗 我说了我不心疼 你是不是把我当垫底的了 你不是垫底的 你就是把我当垫底的了 我说了你不是垫底的 我知道 当初是我先追的你 不 当初是我先追的你 就是我先追的你 我说了是我先追的你 你根本就没忘了任田田 我忘了 你就是没忘了 我说了我忘了他了 你没忘 我真的忘了 你没忘了 忘了 行 你忘了 我没忘 你忘了 没忘 你清好说了吧 你心里根本就没忘了 你忘了 任田田 你心里根本就没忘了 任田田 我知道 我就是一个小保姆 你是一个大设计师 你是一个大设计师 你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呀 我还想着跟你在一起 我真是异想天开 好 我承认 我是没忘了他 但我希望忘了他 我希望和你在一块儿把他给忘了 真的 我 我就想把他从我脑子里边 完全给拔干净了 但是我今天我见着任田田 我觉得他跟我分手分得对 我在他面前 我就是个失败者 我的同班同学 有的都出国了 留在国内的事业发展得都好 只有我 我站在大街上发小广告 可是我发小广告 我居然发到他的怀里边 我在他面前没有尊严 男人是要面子的 我在他面前没有面子 我是失败者 我能费 我现在也明白了 他为什么和那个有家有始的 叫成功的人在一块儿 那男的能给他 他和我在一块儿 给不了他的东西 他跟我分得对 那男的叫成功 我就叫失败 我要是你 也离开我 金光 你没出息 每次遇到困难 都是你自己先要放弃 放弃了 这回真放弃了 你放弃吧 你就真的放弃吧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块儿吗 是因为你跟我都是有梦的人 我们可以在一起做梦 可以去实现梦想 可以一起努力 金波你是个笨蛋 你是个大笨蛋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失败了 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我瞧不起你 是因为你不忧心 就是因为你自己 都是你身体 最大牌 还要吃 不败了 算你个笨蛋 你什么算是你 好 好 你什么算是你 好 我要是你 我可以 好 我可以 你 你们这边 你 我可以 transparent 谢谢 Oxt Sara Sar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往晚上给我妈摔上肉了 哥 嫂子 你们怎么来了 这门都不关 你进去看看吧 怎么了 进去看看呀 不是 我这屋里边的东西怎么都没了 东西呢 不是 哥哥嫂子 我屋里边的东西怎么都没了 你跟他们说吧 今天下午我们一回来 就见着你妈和一个女的 领着一帮人在搬东西 我们想插话都插不上 问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 什么都不说 我没说我要搬的 不是 我妈怎么这样 没急我允许她就搬我东西 就是 喂 幽灵 你下午是你帮我妈搬的东西啊 我 我没同意搬东西呢 那你 你搬哪儿去了 我 我不急 我 我跟我妈也没法急 那行 我知道了 我当时找不着给你打电话 怎么说的 怎么说 我去看看你 我去看看你 你别着急啊 去了好好说话啊 你别跟他们急啊 滚妹 滚妹 小嫂 这不是我说啥啊 这老太太太狠了这招 使绝招啊 这壁伙箱我都想不出来 这啥意思呀 你俩这次是不是就得掰了 银子 你少说两句 没事啊 没事 你看不出来呀 这老太也啥意思呀 搬走就是不让他俩见面 让他俩分手 分什么手啊 这又不是金波的主意 是金波他妈的主意 金波现在不是去找了吗 你跟我厉害啥呀 小嫂 你也别难过啊 我去找我老太太去 我找她评理去 她要敢不跟我讲理 我就跟她拼得你死我活 拼什么拼呀 你就不能消停点 你跟我厉害啥呀 跟我搬家的时候 你怎么不拦着呢 刚才搬家 行 行了 行了 你俩别吵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就不能消停点 你和火上交友啊你 我看见回头奥废品了 我看见回头奥废品了 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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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的 那我先走 金波这儿呢 这儿呢 这儿 往看 上边上边 对对对 从这儿 这儿楼区上了 这边 你小心点 妈 金波来了 儿子 回来了 看看 又临找人帮我帮我来的 这妈不做事不就干净 我跟你说啊 这一间屋外边 那还一洗洋台呢 鸡婦 回家 比你带王小草 省鸡婦 是啊 多便宜 你想想 这里有加热剂多房间啊 什么会儿呢 消毒水 鸡婦 你坐着 我跟鸡婦说的话 好 怎么样 儿子 啊 就是妈那个 又连我不是外人 说 又连 来来 坐着歇会儿 怎么着 就是搬家这么大事 您也不跟我商量 完了呢 您就把我那个 没经过同意 把我缝纫机 还有还有我这模特 你都给我弄过来 那模特 您的胳膊都没了 都乱了 我都找不着了 我都 津波 你找不着 问我一样都没少 就是啊 再说商量什么 这事你妈做不了主啊 我跟你说啊 这房子三百块钱 对啊 这是那那那 那个收费品的老板 他保抄的 完了他 不过呢他说这地儿啊 过一段要拆迁 那一百块钱 咱们住着吧 不是挺好的嘛 别拿起钱 不是啊 就是这儿的环境太恶劣了 就太不卫生 那个又连你不是有洁癖吗 你有洁癖 你就把我妈就搬到废品收货站了 那废品收货站 那废品才住这儿了 不是我 我妈 我妈偏要住这儿 不不不不不 不赖又连 我跟你说 刚才又连啊 就把这屋子全给消毒了 弄得那就干净我告诉你 没问题儿子 你放心 那那那晚上上厕所 那那这儿也没厕所呀 有啊 那不一下楼梯呢 就一公厕嘛 这个都下吧 那个地方 那我 那都味多大 我说我一上楼的时候 都臭的 我全都没用过 不是那旁边不有桶吗 有水咬子冲啊 冲就没味了 那晚上 晚上出去要洗澡 在哪儿洗啊 那我也看好了 前面就这么一拐弯呢 那儿就有一个四海公共浴池 大中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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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也便宜啊 那儿 不是妈 就是就是他就住这儿吧 他在外面他那老过车 那过车吧 就特别影响您休息 就是 过车 哎呦 不过车的地方有吗 你就说王小嫂那儿 比这儿乱呢 那楼下不还早市呢吗 只要活的 哎对了 那个王小嫂 他收咱们的房费 收了几个月呢 六一年 不是押几付几吗 不是 那个剩下咱们得要回来 那要不回来 要是要了违约了就 怎么要不回来呀 他租房子 他不能强迫咱们是不是 你不好压着咱们不放吧 那退下 咱没住那景院 他凭什么就收咱们钱呢 我告诉你 你不好意思要我去要去 我去要去 我去要去 反正我不想在这住